謝謝大家今天來這裡 我是今天主持人葉浩 我也教國際關係 但是從一剛開始 我必須說我們台灣的國際關係的教法 以及應該說國際關係的教法 基本上限制了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角色扮演的想像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學術所教導的理論 以及用主要是美國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 來分析台灣的處境 這件事情基本上有相當殘酷的限制了台灣的很多處境 特別是裡面教導基本上就是大國的遊戲 大國博弈 然後最主流的就是現實主義 基本上它不太留小國的發展或存在的空間 那這對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到現在為止在台灣主流 談國際關係的思維底下 通常就是認為我們夾在兩大國之間或兩個帝國 一個可能正在衰退的帝國 一個正在崛起的帝國 但是你無論如何夾在兩個帝國中間 台灣不能夠做什麼事情 那好像說就是我們要嘛就是依附其中一個帝國 要嘛就是 我們大概就是可以像某個朋友的一種姿態 我們學習像櫻花般殞落 然後我們看著台灣慢慢死亡也是OK的 死得漂亮一點點而已 那就是這也是一種心態就是我們就是被遺棄的孤島 或者是我們就只是賤民亞洲的賤民等等 那這些想法都很平常 加上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台灣曾經承襲了一個非常非常大國的心態 那這好像一個小孩子你穿了非常大件的衣服 那可能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整個台灣的教導 我們的國際關係過去的思維很多都是大國 而且是大陸的大國的心態 那從來沒有去看小國怎麼發展 像荷蘭比利區這一些的 甚至英國也很小其實 英國只有我們的2.5倍大 我說人口 所以英國能夠做的話 我們照理說我們可以 如果我們有英國的三分之一 那其實我們已經也還蠻厲害的 那這一些的思維在台灣比較少人提出 那這一次剛好就是 剛好就是我們有兩位主講人 我們有玉文跟晚欣他們去參加了發帕 也就是在美國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那是台灣人 而且剛開始還是很多是工程背景的人 所組成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那他們在推動的基本上就是 想要讓台灣人多知道自己 在國際地位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每年都有一些活動 然後除了這一些類似夏令營的活動之外 他們也有做不少事情 跟美國國會都有很深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就是 有兩位去參加發帕 剛剛結束不久的會議 然後要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主講人是 王玉文 OK 我們先把麥克風交給他 謝謝 大家好我叫王玉文 然後我之前是念政大外交系 然後是有上過葉豪老師的課 然後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我之前就是念政大外交系嘛 然後畢業之後就有先到商業界去發展一下 然後不是很喜歡商業界那個氛圍 所以後來就是去了英國念書 然後念的是公共政策與管理 然後念完之後我就回到台灣 然後之前在立委辦公室擔任過國會助理 然後上個月跟晚星還有在場的一些人 去了發帕的辦了一個 它叫做Emerging Leaders Workshop 然後這個工作坊為期五天 然後主要是安排一些課程 然後這些課程的講者 有一些是比如說台灣政策專家 或者是一些國務院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政策影響力 對美國政策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因為有這個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跟這些在華府 然後對台灣政策很重量級影響力的人 可以對話 所以我跟晚星就想說 我們希望可以在去玩這一趟工作坊之後 可以回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心得 所以今天是一個比較輕鬆的 然後比較前略的心得分享這樣 然後對 希望大家會對我們的分享 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我主要的話 我會先講美國觀點之下的台灣現況 那就是針對美國的觀點的話 主要我把歸類成這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是中國崛起 它經濟崛起之後 它在世界跟在美國 都影響力都增加 那這樣的增加 同時它也對台灣增加很多 國際空間上的打壓 尤其是在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更多國際打壓 然後這樣子的整體環境之下 台灣要怎麼去面對 尤其是第二點 國際支持的力道是否逐漸薄弱 我後面再一個問號 因為我也想要問問看大家的看法 這是我的想法 我覺得國際支持台灣的力道 有點越來越小了 那台灣要怎麼辦 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總結一下 我這次聽到這些講者 他們認為美國對台灣的利益 跟美國對台灣跟中國的政策是什麼 然後最後會有一些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思考 第一個部分是中國的決心影響 因為其實中國對台灣的打壓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啦 就是各種WHA不能參加 然後各種代表處 就算不是邦交國家的代表處 也被要求不能用中華民國 不能用台灣必須用台北 然後還有就是巴拿馬斷交啊 然後還有之前那個鑽石認證 那個金玻利進程被趕出場 各種就是很很強硬對待台灣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背景是因為中國崛起 它影響力大增 不管是在經濟壓力政治壓力 或者是在軟 比較軟性的議題上面的壓力都增加 經濟壓力的部分的話對美國來說 它中國持有1.092兆的美國外債 這佔了美國外債的將近三分之一 然後這其實就代表說 其實中國可以很容易對美國 造成經濟上的一些後果 它可能拋售 或者是就是讓美國國內的利率下降或之類的 那政治上壓力的話 其實像FAPA它就是在 對希望可以在美國國會讓台灣的聲音可以被聽到 然後推動一些對台灣有利的法案 相反來說 中國其實也有這些團體 就是對國會進行遊說 但它主要都是進行負面的遊說 主要都是要讓美國對台灣更不友善 然後去打壓那些可能對台灣更有利的法案 像譬如說最近FAPA最近最用力在推的一個法案 是台灣旅遊法 然後這個法案的話 聽起來其實像 我回家之後我媽就問我說 台灣旅遊法對台灣人有什麼幫助 其實它聽起來好像是促進台灣人跟美國之間 人民之間旅遊更方便 但其實不是 它是在促進高層之間的交流 就是很多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總統去美國不能拜訪 只能過境 對 那過境的話 其實你就不能到華府 你不能跟高層在公開場合見面 你只能在飯店然後找他們來 然後大家聊天這樣子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不便跟外交空間的擠壓 那其實中國反面來說他們都是在這些法案上 進行負面的遊說 那其實就我們所聽到FAPA的說法是 其實中國這些遊說都不是很成功 因為其實美國還是一個注重自由民主價值的國家 所以他們不會很同意中國提出的一些觀點跟他們的一些主張 因為美國畢竟還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它進行遊說的話 要嘛是對政府部門遊說 要嘛是對國會遊說 那政府部門其實還是要受到國會的監督 所以他們也不能為所欲為 然後國會部門的話 其實國會對於台灣其實算是非常友善 美國國會兩院都對台灣非常友善 所以中國其實在那邊的空間不是很大 再來下面兩個的話是舉例就是中國在軟實力方面 增加的一些對台灣不利 台灣處境不利的一些團體 第一個是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那其實我原本不知道有這個組織的存在 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在美國也很多 那它主要是 就是有點像 在一個大學底下 譬如說 歌大也有一個聯合會 然後 紐大也有一個聯合會 然後這些聯合會是幹嘛呢 他們就是用來動員跟組織學生 然後組織起來 抗議一些事情 或者是 像我之前在倫敦的時候 我之前在倫敦念書 那時候習近平剛好來拜訪英國女王 然後在那個白金漢宮前面那條大道上 就是 我就看到 中國學生列隊歡迎 然後在舉國旗呼喊什麼的 然後我很驚訝的是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中國人到這裡 就是如果 今天蔡英文到英國 可能都不會受到這種歡迎這樣 然後其實 我後來還知道說 有重聯合會 它就是在專門組織動員 然後在那個會場上 以避免 就是排擠其他 異議團體的空間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還蠻 還蠻有影響力的組織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孔子學院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 組織 機構 它是中共政府 贊助在各個大學底下設計的孔子學院 跟孔子課堂 那這些就是 它美其名是 用一些漢語 漢語教學文化交流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了解中國 可以 就是 算是 簡化中國威脅論的 力道 那 可是其實在孔子學院裡面 因為 它主要是由 中國政府把持它的預算 所以 其實如果 它會 很大部分來說 這算是一種對 美國的 學術自由的一種威脅 因為它會 控制老師 什麼可以說 什麼不能說 對中國 沒有力的 東西 在課堂上一定不能討論 所以 就是 侵犯 學術自由 然後 在美國其實引起了蠻大的風波 然後 像加拿大也 勒令全部的孔子學院都要關閉 但這就是一個 這兩個就是 中國 軟實力方面 對於 在美國造成的一些 壓力跟一些 控制的管道 然後 在國際力道方面 因為 我們看到 中國各種打壓 其實都沒有 真的 遇到什麼 實質力道的 一些反對力量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邦交國 或是跟我們 比較友善的日本 美國 他們都會起來抗議 或是呼籲 要對台灣 要 包括台灣在 國際的場合裡面 可是這些其實都沒有什麼力量 就是他們就是 呼籲 起來呼籲 起來抗議 但是 並不會造成 台灣可以進入這個場合 就是沒有什麼 真正的 後果這樣 那 針對這一點的話 我們其中有個講者 叫做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他是 之前 小布希政府的時候 的 亞太的 助理 國務卿 然後他後來 在 歐巴馬政府的時候 他就成立了一個 智庫 叫做 2049 什麼 我忘記了 就是 project 對 然後他主要是在研究一些 亞太的 安全戰略 國防 這方面的議題 那 薛瑞福他就說 台灣需要一些 跳脫框架的外交手法 他其實用的字是 Creative 就是比較有創意的一些外交手段 他就舉例說 最近台灣跟美國有一個全球合作記憶訓練架構 GCETF 然後這個架構其實是2015年就開始簽訂 然後就開始實施 他就是由美國領導然後跟台灣合作向亞太國家協助他們在一些對台灣比較有就是台灣比較強的軟實力方面在協助亞太國家 讓台灣從一個國際援助的接收者變成國際援助的提供者 那所以他在亞太國家舉辦了一些研討會或者是訓練的場合 然後像是之前有開過公共衛生跟醫療方面的訓練 或者是一些女性復全的講座 那就是主要是把這些台灣有的經驗輸出算輸出到東南亞國家 所以就是配合蔡英文現在的新南向政策 GCETF就是現在做的還蠻好的 然後這也是一個台灣可以突破中國 因為譬如說人權女性權利好了 中國可能就沒什麼好說的 他們就是一個不太正面的例子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提供什麼經驗的分享 或者是訓練 那這就是台灣跟中國很不一樣 然後很能夠利用的一個地方 這會是台灣的軟實力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用這一點去突破中國的圍堵 然後創造出一個新的可以發揮的空間 那另外一個的話 民選女性首長論壇或高峰會 這就是薛瑞福那時候提出的一個想法 他就覺得說台灣不需要一直去爭取那些中國打壓很嚴重的國際場合 我們不一定要加入聯合國 我們不一定要去世界衛生大會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創造出我們可以參加的 然後我們有實力可以說更多的一些外交國際場合 那民選女性首長蔡英文現在就是在亞洲是一個第一個沒有政治關係的民選女性首長 那這個地位應該可以跟譬如說 德國總理梅克爾或者是跟梅伊 然後來組成一個高峰會 或是一個論壇 然後就是加強民主國家之間的聯盟 再下來的話 美國對台利益與政策 那時候我們在工作坊的時候 也有一個美國國務院的人來跟我們講話 那大家知道美國國務院講話就是會很觀想 他就是一個政策宣導的場合 然後他其實有講到說 美國跟台灣其實不能有官方的關係 所以最主要都是一些非官方的關係 那非官方的話 美國在台灣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經貿安全跟價值這三項 經貿的話 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國 然後 美國是台灣的第二或三大貿易國 所以這個經貿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去強化這樣子的經貿關係 然後捍衛自由貿易 然後在TPP已經沒有機會的情況下 台美之間還可以有什麼樣的經貿合作 這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利益 然後 那些學者也有講到說 台灣其實在經貿上是一個非常理想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 因為我們有智慧財產權保障非常的 比中國大陸完善 然後我們的自由開放程度也比中國大陸好 所以其實 台美之間的經貿利益是非常龐大的 然後也是非常值得去 投資更多的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台美之間的FTA 台美之間的FTA現在就是卡在美豬的問題上 那這樣子的問題就是兩個政府之間可以怎麼樣去協商去 去創造出一個雙贏 就是現在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在第二個安全上的話 其實 很多人都在講說 呃 台灣 我覺得 因為像我以前在政大上課的時候 然後上國際關係相關的課 其實我會一直聽到 台灣的戰略意義很重要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離開學校之後 好像沒有人在討論台灣的戰略意義 然後 然後 但是 我到美國的時候 他們才在說 其實台灣的 戰略位置還是非常重要 它位處在一個 呃 兩個國家 美台 美中兩個國家都想要爭取的位置 這個位置 可以 比如說 中國如果有一天佔領台灣了 它其實就可以把它的 就是 軍事力量投射到亞太地區 那這會是 對美國來說 非常大一個威脅 然後 呃 另外一方面來說 台灣的四周海峽 其實充滿了很多 電纜 通訊電纜 那這樣子的通訊電纜 如果台灣 被中國佔領了 中國可以全面把持 就是 東亞的通訊 那 這對 日本 韓國 美國來說都是很不樂見的 所以其實 台灣的 戰略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 美國也都 就是 看在眼裡 所以其實美國 一定不會 放著台灣不管 就美國一定不會 讓中國真的 侵略佔領台灣 那最後 民主自由價值的話 就是 台灣就是 大家說 亞洲民主的燈塔 所以 就是美國 美國 其實滿喜歡 強調他們自己 很重視這些價值的 那 這也是台灣可以 可以去 思考說 要怎麼跟美國 可以合作的部分 然後 下面寫 何謂維持現狀 因為 我就 在 思考 這個 我的 分享 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那時候 我們在 工作坊 其實 江澤有提到說 維持現狀 這兩個字 在 美中台 來說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意思 對 美國而言 維持現狀 是區域和平穩定 是 一中政策 就是 對 就是 台灣 美國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 台灣的地位 是在什麼地方 是沒有定論的 這是美國的 現狀 的定義 那 中國對現狀的定義呢 就是 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 中國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它 所謂的現狀 那台灣的現狀 到底是什麼 就是 也不是一邊一國 也不是 中華民國 代表中國 因為實際上 不是這樣 然後 也不是 和平穩定 因為事實上 台灣就是一直被打壓 那台灣的維持現狀 到底是什麼現狀 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 討論這個問題 最後的話 想要跟大家分享 Michael Fante 彭光麟 他是 民進黨在華府的 的 主任 國際部主任 然後 他 那時候跟我們分享說 他在華府 遇到美國人最喜歡 問他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兩岸之間 如果發生戰爭 有多少台灣人 願意站出來保衛自己的國家 那時候就有問在場 我們每個人說 如果今天發生戰爭 你會去重軍 你會去打仗的舉手 我今天也想問大家 如果今天 兩岸今天發生戰爭 會去打仗的 有嗎 這麼殘酷的問題 你會去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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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半吧 就是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 大家都覺得 美國就是要來保護台灣啊 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不能放著 不管 所以就一定要來啊 那 台灣人好像不用 不用太膽寫 不用做什麼 但是 美國 對美國來說 來保護台灣的意思是 他要派出美國的兒子跟女兒 然後來這邊 然後要冒著流血 失去生命的困難 然後 當你派過來的時候 台灣人 自己都沒有去流血的 決心的時候 那 我一個外國人 為什麼 為什麼要來保護你們 所以 這是一個 對美國來說 很重要的問題 也是一個 在台灣內部 沒有獲得共識 也沒有 被討論很多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台灣目前經濟過度依賴中國 台灣有沒有決心 降低對中國市場 跟廉價勞業的依賴 那 這部分的話 就是 不知道 大家就是 在服貌之後 應該就是很 很 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但是 現在 到底 降低依賴的程度 有多少呢 還有 各個就是大家 台商啊 或者是 政府 到底有沒有什麼 實際上的策略 可以 讓我們的經濟 更多樣化 第三點 是 如果讓所有核電廠 廚藝 電價會上漲 多少台灣人願意接受 其實我覺得 如果 因為 台灣 台灣 美國非常在意 台灣有 核電廠這件事情 跟核 核電 Nuclear的技術 那其實 台灣之前也有一度 會發展出自己的核武 只是因為一些事件 然後被 這些能力都被摧毀掉了 那現在就是說 讓我們把核子的能力 保留在民生的議題上面 所以 美國 當然美國還是希望說 台灣可以 去除掉 核 核能 這個 這個 部分 這是 這是符合他的 安全利益的 那 在除疫上 如果電價上漲 多少台灣人會接受 其實我覺得 這個應該也 就是 在台灣國內應該也是 蠻 蠻 就是 沒有共識的 所以 主要來說 就是美國 這是 這是美國 很重要的三個利益 同時也是 台灣沒有共識的 三個問題 所以 在美國 能夠來幫助台灣 什麼之前 其實台灣內部 必須要先凝聚一些共識 才能 讓台美關係更進一步 然後也才能讓 呃 台灣 有更 口徑一致對外 然後也讓自己的 國家的能力 國家的實力更上一層樓 謝謝 很光臨 我們 我們等一下就是 先讓大家 保有這三個問題 去思考一下 因為 我 我剛剛在想說 這個 如果是郭台銘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你可能會相對清楚一點 然後 但是我們大家呢 或者是 普遍在媒體上 所呈現的 到底是什麼 還有 我們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還有一個 就是 大家來這裡已經普遍 會比較關心台灣的問題了 所以 我們如果在這裡做的 民調的話 基本上可能還跟在 全台灣做的不太一樣 我說到底會願不願意為台灣而戰 這一個問題 好 我們先把時間 給另外一位 講者晚心 然後 讓她先 講完她的 我們等一下 就是可以 有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來一起討論 嗨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本人比較過冬一點 所以我可能需要 站起來跟大家互動一下 對 那我現在 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現在是在自由時報 然後跑立法院 然後代班外交 那我在自由時報之前的話 是去 是在UDN 然後也是跑立法院的記者 那我這次會去參加這個 World Shop就是 我自己對外交方面 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去參加了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 還有就是玉文 他在結束之前 有提了三個問題 就是給大家思考 但是呢 我可能等不了這麼久 今天現在 接下來 我就要馬上問大家這個問題了 就是呢 大家覺得 剛剛有提論了很多 就是可能大國 就是美國對於台灣 怎麼思考台灣接下來的問題 或者是他們認為 台灣對於美國來說 扮演什麼樣的利益的角色 那我想要問大家的是 大家認為現在台灣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呃 你們可以隨便說 比如說不管是對內 或者是對外 好 然後這種時候 我知道一定就是 喔 我還以為我要暗裝呢 好 我是覺得台灣最需要的是 國法跟高科技的外交 因為美國人他也限制台灣嘛 那我們現在跟中國大陸 很多的技術都被一些親共的 像建國大學校長這種的人 他把他偷走 那如果是郭台銘他也想偷嘛 那張忠謀我所認識的他 他是盡量不要去中國 那我說我們台灣為什麼到現在 在科技保護法上 沒有辦法很快的立法 因為這個應該也沒有共識 那我是在馬克里亞練習的時候 認識房紀政 但是 所以這國際法 我是因為他所以我滿有興趣的 所以你認為是國安相關的 國防高科技 國防高科技 小國外交 就好像我們當初會買到 拉法業 或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美國不怪你嘛 他有下一位嗎 我看到後面的 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 台灣還是台灣 我們到底是 專門民國是台灣 還是台灣就是台灣 所謂的 會聽到所謂的 國防科技 還有國防科技 對我們這位 如果台灣發生戰期 台灣人都會 對你參加 這個國家認同 我也參加 謝謝 我聽到很多是關於對外的關係 那對內其實我們現在也有很多議題要處理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說 我們在處理對外問題上面 跟對內問題上面優先順勢 應該要怎麼樣選擇呢 就是大家有任何想法嗎 好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那個 在台灣的FD 不能夠像基督時報一樣 提報 然後就 以外的情侶外 這個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就 因為我就是在整理這個的時候 我就隨便亂整理了一下 就是可能現在對內面臨的問題是年金嘛 18% 然後還有前幾天上CNN的前瞻 就立法院的一些法案 民生的法案的處理 那或者是說黨產 像今天婦聯會有開那個黨產的聽證會 或者是 就是同婚議題 或者是G0B臨時政府可能是在做一些資訊公開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臥槽監督國會的公開的相關的議題 那其實這些我舉例的都是比較對內的問題嘛 那大家剛剛提了也是有一些針對對外的關係的問題 所以其實 像剛剛 我剛剛隨便問了大家 可能有兩三個人提問 那有兩三個人發表意見 然後就出現了兩三種答案 所以其實 大家對於 接下來台灣到底應該要先優先處理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是我自己的觀點會認為說是沒有什麼共識的 那 所以我這一次去美國 最大的新的感想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對內需要有這個共識 那不管這個共識是 我們要對內處理什麼問題 或者是對外的優先順序議題的處理是什麼 其實 呃 現在目前都還沒有答案 對 然後 那所以我接下來 會先分享一下說 呃 在美國的這些智庫學者 他們分享 他們分享的這些 對於台灣 他們怎麼看台灣的 他們覺得台灣應該要優先處理什麼 不管是從經濟 或者是 國防外交 政治上面等等 他們認為應該要優先處理什麼議題 呃 一段時間 他認為說台灣最重要的應該是要正常化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然後 呃 Fischer的話呢 他是在美國的一個智庫 那這個愛 呃 這個智庫他目前是在做 針對美國的國防外交去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還有他的盟友 那他就認為說 PLA是人民解放軍 那他認為說人民解放軍接下來會有一些參與國際事務或者是政治的實力 那台灣在這個這個狀況底下需要去增長自己的self defense的能力 然後他的目的是為了要preserve freedom 就是保 維持台灣的自主性 還有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所以對他來講 他覺得台灣自由民主價值是 呃 對美國來說 他覺得是比較需要 呃 擺在優先前面去處理的 然後 他有提到說 所以 台灣需要提出他自己的需求 就是我們在國防外交這塊上面最需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台灣應該要自己提出這樣的需求 好 然後Rupert的話 他是從經濟的角度去談 他是認為說 因為台灣經濟的穩定性呢 跟美國其實的利益也是相關的 所以他認為 像我們現在有在做一些西南上嘛 然後 對我們現在有在做一些西南上 然後目的是為了 讓我們的經濟不要過度的仰賴中國 然後這對美國來說也是利益的一部分 好然後 然後 Steve Yead 夜旺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他 他就是還蠻常來台灣的 對 然後 那他 他就認為說 就是台灣過去被對待的狀況 一直都沒有被當作一個 呃 能夠成長的大人 他認為就是 他覺得說台灣過去一直都是被當作小孩看淡 然後可是呢 在台灣 呃 能夠成熟到 變成一個大人 坐上談判桌 跟大家一起談判之前 他認為台灣應該也是要需要具備一定的能力 才能夠坐上談判桌 然後 這個是 Luke 就是剛剛 韻文有提到的就是 呃 美國國務院裡面的人 然後 台灣辦公室裡面的人提到的 他就是說 他認為在台灣在解決 呃 美國在處理台灣的一些國際參與 遭到中國打壓的狀況 他是用Creative的方式去解決 那 GCTF是 美國創造出來的一個平台 然後 讓台灣能夠在這個平台上面跟 其他國家交流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可能進去 ICAL 然後WHA 或者是UN 等等的 比較一般的正常的 國際組織裡面 嗯 然後 然後 就是 薛樂福嘛 薛樂福就說 薛樂福說了什麼 薛樂福說就是 呃 川普 決定退出TPP的政策 讓就是 中國能夠去操作美中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 他講這個的 呃 目的是要 他提到的是說 那台灣在這個 他認為台灣在這中間其實是有一個契機的 就是 呃 當中國有 就是 當美國退出了 東亞扮演主導的角色的時候 台灣要怎麼樣抓住這個機會去 去創造一些跟過去不太一樣的可能性 對 然後 所以他說 呃 這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川普對 呃 然後講完之後我就覺得 聽完之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個人生真的是太絕望了 就是 好像也想不出什麼具體的方式 因為其實 我今天 我們今天分享的這個題目 就是我來分享之前其實是很 就是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其實 我的那個那個就是 很多的經驗都是從 實際的 執行層面 第一層面 學習的 其實我 自己本身並不是國際 政治出身 然後也不是政治相關的科系 然後 所以就是 這個題目很常被討論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覺得有這樣的想法 有那樣的想法 可是我 就所以就是討論 那就是 所以 大家要不要發表一下想法 對於未來下一步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或意見 欸我的暗裝 快點我的暗裝 那個後面 最後面那位戴眼鏡的先生 你不要轉頭了 就是你 你快點回答一下 我手中被暗裝 這個議題很大 就是 What can we do 就是說 台灣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在談台美之間的關係 那 剛剛其實稍微聽了前面的講者提到 就是從美國跟 比較從美國的角度 然後讓台灣怎麼跟台美之間的關係更緊密 這樣的一個角度作嚴 那 我自己在看這個角度 我會回到台灣本身的利益來看 當然跟美國之間的戰略利益 的結合是最好的 可是 台灣是一個海島型的國家 它需要更多的 多方的來支持它 所以我會覺得 或許開拓更多的關係是最好的 就是說 不一定 只有美國一個選擇 也不見得只有GCTF這個架構下 台灣才能有更多的交流 只是說 當然我們期待所謂官方的交流 這也是不太可能 因為現狀的情況是 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大的一個影響力 但是如果跟 正是民間的交流是 我覺得這是很實質的 比如說跟日本 跟韓國 跟菲律賓 跟東亞 這些東南亞國家 特別是東協國家之間的這種 已經建立好幾年的經貿關係 台商的關係 甚至人交流 這些文化的關係上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現階段 我認為比較可行的範圍 對 謝謝安莊 我覺得他講到一個 我自己在設計分享的內容裡面 還蠻希望讓大家感受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成功讓大家感受到的東西 是說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希望別人來幫我們之前 可能我們要先思考說 我們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就是說 不管是從剛剛一開始講的說 可能內政上有很多東西需要改革 那外交上 外交上 國際政治上面的圖圍 可能有很多種方式嘛 官方非官方等等 那也許我們需要先思考說 那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才有辦法去跟別人講說 我們要什麼 因為其實 在那個培訓裡面的很多學者或講者 他們都會提到 最後他們都會回到講說 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想要的是什麼 對 然後 但我後來在現場就會發現 這問題其實很難回答 就是 就你好像有一百種答案 可是這一百種答案 好像又都不足以代表全部的台灣人民 所以我覺得這也許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有人想要再發表一下嗎 太好了 今天我都不用自己想 真的太開心了 那個 因為我等一下 有下一個行程 所以我就 就是想要 我覺得是提出一個想法 也希望跟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我這幾年 思考了 蠻多的 就是我自己因為做同志運動的關係 所以 有蠻多機會去國際上做交流 然後也有機會去聯合國裡面 參與一些倡議的活動 但確實也遇到身為台灣人 的一些困難 比如說 之前聯合國有邀請我做講者 然後但是 就沒有辦法 都沒有成型 不管是內瓦的或紐約的 其實都一樣 但是我 我這一次 其實我也是剛從紐約回來 只是我的行程跟他們不一樣 我在DC待了幾天 然後受邀去國務院裡面 然後也 跟一些智庫 就是在美國的智庫 但大部分是比較親民主黨的 因為我推的婚姻民權的議題 其實是民主黨比較在意的議題這樣 那因為民主黨現在是在野黨 那也有台灣的就是TECO 就是在那邊的台灣辦事處人跟我說 過去跟民主黨比較難建立關係 因為他們是執政黨 那現在他們是在野黨 那這個議題 婚姻民權議題 又是民主黨們在意的議題 所以剛好透過我去DC拜訪的時候 就有一些牽上了線 那我也 就是 蠻深入跟他們討論一些台灣現在的狀況 還有我們的下一步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經驗 其實讓我去思考說 其實 剛剛有提到一個 剛剛我看一下 我有寫下來 有一個 比較在意的是 就是那個價值的這個部分 我自己比較想要從這個下來講 就是 我覺得台灣可能要找出我們自己的價值 還有我們想要透過怎麼樣的價值 跟其他的國家進行交流的這一點 那透過在 我也不是刻意要去做國際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透過在台灣推動了我所相信的價值 然後因為這個價值而開始有建立一些關係 那這對我來說也很新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運用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也蠻想聽聽大家對這種切入的想法 也就是說 當我們去很清楚的去表示出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可能透過政策 透過社會運動 透過公民社會的成長等等的 那我覺得現在反而可以給國際社會一個更清楚的形象 是台灣是什麼 而不是一個只是跟中國牽扯不清的小島 那我們的輪廓會有更具體的樣子 那別人也會有更多能夠 然後就等於說破口或切入點跟我們進行互動跟交流跟連結 那這個想法其實在我的腦海裡還是很新的 然後 我也還在思考要怎麼樣去 從這個角度來進行突破這樣子 對 那我只是拋出來 那很希望還有更多的討論 或者是說未來有任何的場合 如果大家覺得 比如說看到我或是有什麼樣想法 那我都很想要再跟大家進行交流 因為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想 就可以想得通的事情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菁姐 歡迎大家下次看到她的時候 可以踴躍地提供想法 我看到很多舉手 但是讓我先把這些講完 然後就讓大家目方講 因為剛好 辛姐剛好就是有 Follow up 到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去美國的時候 那遇到的這些學者 或者是這些NGO組織 他們認為台灣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台灣有什麼特色 就台灣可以賣什麼 那像FAPA的話呢 FAPA是在國會裡面去幫台灣做一些政策 遊說 然後推一些法案相關的東西 那他們怎麼推台灣呢 他們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好產品 剛剛辛姐講的一樣 就是說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的這個價值 跟美國相信的自由的價值是一致的 所以其實要在美國推這個東西 是沒有這麼困難 然後第二個是 它是一個unselfish lobby 就是它不是為了它自己 當FAPA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看的是東亞在 東亞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 民主自由人權價值 在東亞的發揮以及保存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為了自己說 我今天想要多少 爭取多少的利益 經濟貌的關係 我希望可以跟你建立這層關係 是因為我接下來可以跟你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unselfish lobby 然後對美國來說 好像這套蠻吃得開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 玉文也有提到就是 中國做的是負面行銷 就是他們是去叫這些國會議員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那我記得那時候去的時候 有聽FAPA裡面的人講說 他們去跟國會議員遊說的時候 都會提到一個故事 就是當他們去跟這些國會議員說 希望他們可以幫台灣推什麼法案的時候 這些國會議員都跟他說 你來之前中國才剛來講過說 叫我們不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 但是他一這樣子說的時候 我就立刻把這個案子 從我的抽屜裡面拿出來簽了 就是對台灣討的這個案子 就是會在中國做負面行銷這樣的狀態底下 反而更能夠促進它的達成 目標的達成 那這是FAPA做的方式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制度面的問題 是說因為美國三權分裂的體制 然後所以讓FAPA這個NGO 可以從一個立法的角度去影響 或者是相對的去制衡美國的行政部門 去進行政策遊說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在政治上可能會很難去取得 比如說不管是證明或者是參與一些正常的國際組織 那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突破這樣的狀態呢 像比如說我們在培訓裡面就有提到 很多學員都會問說 那聯合國陸聯有沒有可能 那TECRO證明有沒有可能 不要再叫做美國住...呃...台北嗎 台北嗎 台北 對... 京...京... 對不要再叫這個什麼奇怪的名字了 就改成台灣吧 台灣吧對不對 是改成台灣 就是...呃...可是從美國那邊的立場 就是他們都會很直接的說 這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不是說 實質上的參與跟互動 就是我們實際上能夠達到 呃...跟...非邦交國家 或者是非官方國家的這個互動 是不是比這種象徵性的 或者是參與這種很大的國際組織來得更有意義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台灣...呃... 剛剛運文有提到說 台灣的戰略意義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大家覺得說可能台灣...呃... 中國在努力的讓台灣邊緣化 但是這件事情 就美國的一些學者觀點來看 他會認為這個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台灣可能就是東亞的... 國際的衝突的一個交會點 不管是從北方或南方來看的話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台灣就算想要置身世外 可能也沒辦法 那...台灣是不是可以透... 用這樣子的角度 或者是把這個當作我們的籌碼 能夠去跟別人談一些東西呢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之前有提...呃... 台中的INGO 這個我覺得也是未來蠻可以發展的 就是...呃... 剛剛之前有提到說 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可以賣的 或者是對他們來說是他們是可以... 就願意去買的一個價值 那這個東西再加上台灣的戰略意義 是不是有可能讓台灣借此... 能夠凸顯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呢 呃... 對...等一下喔... 好...呃... Steve Yeard 他就有講到說... 呃... 那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是要怎麼樣強化地方跟地方之間的交流 像...呃... 鄭文燦才剛去...應該是LA吧 還是洛杉磯回來 什麼... 小A 哦...矽谷喔... 哦...好... 謝謝暗裝 就是...就是這種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 那...強化這種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 其實... 不管是從經貿或者是...呃...外交相關 其實這種單點突破也是... 當...當這種單點突破就是它串成一個網之後 也許未來我們在面臨下一波衝擊的時候 它會比較有彈性 嗯...然後再來就是媒體上的呈現 因為我自己本身工作的關係嘛 那在那邊有遇到一些在美國...呃...媒體工作的朋友 那他們其實就有台大一個很有趣的...呃...兩個吧 我覺得 一個是說就是台灣的同婚議題 相較於台灣的跟巴拿馬斷交的議題 在美國媒體、主流媒體的呈現上 其實那個落差...比例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就是...呃...外國或者是主流媒體會關注到台灣 這兩者其實是同婚大於...呃...台巴斷交非常非常多 那...呃...我如果正面一點思考的話 是不是說這個也是我們能夠突顯台灣特色 讓國際看到台灣的一種方式呢? 然後第二個是說...呃...台灣的議題 要被擺上美國主流媒體的版面 通常都是要跟中國有所連結 那剛剛有談到說...呃...就是可能民主自有人權的價值 是美國...呃...愿意...愿意買的一個價值嗎? 那我們希望可以跟中國脫離關係 但另外一個逆向思考的方式是 如果我們希望爭取曝光度 是不是...不應該排斥我們跟中國綁在一起的連結呢? 就如果說這個東西能夠讓我們能夠...呃... 對...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觀察 然後還有民間軟實力外交 這每個人都可以做吧? 就是比如說...在那個...就是你出國玩的時候 然後遇到...呃...計程車司機就可以開始跟他聊天啊 因為其實...呃...國外的...國外朋友... 滿多人是不了解兩岸關係的 對...然後他們搞不清楚台灣跟中國之間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 嗯...好...終於講完了 謝謝大家 好...非常謝謝兩位 那...剛剛已經開始了一些Q&A 可是呢...我們原本... 因為郁文他停在三個問題嘛 那...所以等一下一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那我借用一下主持人的特權一下 我...我我...我可以退回剛剛... 剛剛那一張說我們能夠做什麼 嗯...對... 嗯...對 好... 這... 嗯...這裡面看起來... 嗯...好像說有提到一點... 價值什麼...什麼這些事情 但是第一件事情呢... 正...我想說的是... 政治是非常象徵性的...工做 它不只是... 要一些實質的東西 那個象徵性的動作是 我們做哪些事情 會讓別人以為 我們想要什麼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我們只是在做 地方層級 然後呢避開很多 直接跟主權相關的 然後去做很多 所謂比較實質的 交流 那會不會也 散發出一個訊息出來說 台灣人覺得這樣就OK了 其實 我們沒有那麼在意主權 這 這可能會另外一個相當 大的 象徵性的後果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去敲鑼打鼓 講說其實我們要一些實質的 一些互動 一些合作 但我們要還是必須要 持續的提醒說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主權 我們做這些東西是因為 被你們打壓所以我們只好做這些 而不是大家在告訴 就是大家說 沒關係啦就是我們 我們只要有就是跟人家有任何實質的合作 包括計程測試司機 他們也知道說我們是 小國小民好國好民 這樣就OK了 這其實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如果是這樣下來的話 因為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象徵性 的問題 然後第二呢我覺得 我們剛剛我們在講 一個priority 台灣好像沒有priority 好像沒有 就不知道哪一個優先順序是比較重要的 但不知道這個優先順序的重要 很重要是為什麼 以及為什麼沒有這個優先順序 這是得很認真討論的問題 第一 民主國家有沒有國家的優先順序 太難了 民主國家怎麼會呢 每個人有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所關切的議題 有那麼多公民社會的團體 然後大家都認為 我在意的這個價值很重要 那這些東西的話 沒有priority 是一般正常民主國家的狀況 那為什麼我們會被逼迫 一定要表示說我們有priority 以及我們要團結 我們是什麼 台灣是萬中一心啊什麼的 才能夠對外散出 就是才能夠對外傳遞一個 我們台灣人有一個集體的 想幹什麼的這個意思 其實我倒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因為一 為什麼我們沒有 可是民主國家就是應該沒有 那我們為什麼會不能夠直接說 我們就是因為民主國家說 我們根本不可能給你這個答案 正是因為這樣台灣才有它可歸的地方 那這就變成涉及到說 我們價值 我們要跟人家講說 我們正在撼匯什麼樣的價值 的問題 所以有沒有那個priority 它有點 就是 我覺得這裡有點吊詭 是不是一定要跟人家講得很清楚 這我不確定 但 的確 任何 現在所有政治學上的 研究都告訴我們 沒有完整清楚的 國家意識的民主 都幾乎會失敗 這幾乎已經是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因為 因為 我們連 共同的認同感都沒有的話 你就是在搞各種幫派 然後部落 互相逗來逗去 等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而已 那如果我們的 沒有priority 是因為這樣子而來 而不是因為那是一個正常的民主 能量的釋放 那這可能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那 哪一個才是我們真正的根源 我們得去問這一個問題 因為那個解決的方法就會很不一樣 可是如果我們都說 我們把最大的主權 這個象徵的 或者是國家認同感 這個都先讚百一邊說 我們有其他比較重要的事情等等 那 其實反過來它的象徵意義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那麼在意 這些東西 日子也是可以 過得還不錯 那美國人就說 不錯啊 你們就繼續這樣過下去 也OK 我覺得這個樣子的話 反而會是 一些比較危險的 好 這個是我多嘴的部分 但是呢 我們現在 開放Q&A 然後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先 請大家可以先 就剛剛 郁文的 上個問題 你們可以 發表一些意見 我想要回答 就是剛剛那個 What's next for Taiwan 這個問題 那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 都能夠體認 或體會到 就是第一步就是鄰居公司 那我們會問說 到底台灣的主體性是什麼 那其實已經很多前輩 就像台灣史 跟台灣文化的研究 已經很多書了 那 那我自己想要分享的是 我本身在 有翻過一本書 它 這個就是切中主題 它就叫台灣人的價值觀 那 雖然 作者的名字我忘記 但是它明後 83年出版 那其中 它有一個 chapter 是提到 异端文化的反作用力 那其實我覺得 其實 我自己的感受 在台灣就是 我們不管是親美 親中或親日的人 我們其實 都有那種 比較奴性的特質 那所以我們應該要承認說 不管台灣是哪一個團體 在世界都是異端 那從這個思考下去 去了解說 這樣的反向思考 可以去了解說 那這個異端文化 可不可以有一個 有個凝聚力 這樣子 好 這是我比較初步的一個想法 你說異端 對 是 那個 異就是 異 異 變異的異 變異的異 然後 對 異端 OK 那就是哈美哈日 或者夥伴 對 我覺得其實在台灣 就是很容易發現到 我們都有一些奴性特質 但是在 都有奴性特質的人群中 我們會證明自己是正統 好 我常常會觀察這樣的現象 這樣子 那 不曉得大家怎麼認為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 有人說 台灣的同婚在美國 新聞的曝光率很高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假設台灣是一個異端 那其實 在台灣的性少數應該也是一個 比較 我用異端這個詞並沒有歧視 就是說 如果在性少數 它在台灣文化也是一個異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異端中的異端 其實非常有曝光率的 那像過去台灣 三太子文化 陣頭的文化 都在國際上非常有曝光率 所以 我覺得這個或許是一個 凝聚共識的一個 一個思考點 謝謝 所以 某個角度來講 也是一種槓桿 玩槓桿力量的可能性 比如說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現在排名非常前面 然後因為台灣跟中國 有一種敵對關係 所以我們假裝說 我們跟它平起平坐 然後這樣就可以拉抬了我們的 好像 好像台大 政大也跟他們是一樣的 其實 會有這樣子的關係 你用那個最小的 如果你一體對的話 你的確可以發揮一些槓桿力量 旁邊還有一個朋友 我想要就是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兩個講者都不約而同 提到 就是共識這個東西 然後可是 我是很好奇說 那 在這個場域 我們要 我們一般來說 要怎麼樣去定義 什麼是有共識 就是 我們有沒有一個標準說 欸 台灣有共識了 那 我覺得說 這是很奇怪 就是我覺得 我們是民主國家 怎麼講 我覺得說 很難說有一個共識的標準 可是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一定要用公投來表達共識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選出一個總統 已經代表我們對這個總統的政策 有一定的共識了呢 那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們有共識嗎 所以我就想說 提出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有個回饋這樣子 謝謝 這是一個很實質的 你們要先回應一下嗎 我覺得 就是 我也很同意 老師跟 剛剛我同學講的 就是 台灣是民主國家 所以 有沒有共識這件事情 就是 民主國家本來就不會有共識 因為大家就是 鼓勵大家可以有多元的看法 跟意見 那 但是老師後來最後有提到說 如果這個缺乏共識 是由 缺乏認同而起來的話 那 這就是 會有不同的解法 會有不同的 觀點 那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是我在華服的時候發生的 那時候 有一天晚上 就是 大家聊天完之後 然後 就在大廳那邊 遇到一個美國人 然後 其實我們的飯店就在 那個五角大廈的旁邊 所以 就是非常的安全 然後 在那邊 因為在五角大廈旁邊嘛 所以我們就遇到了一個 美國很年輕 他好像25歲而已 他就 他說 他問我們在那裡幹什麼 然後他跟我們說 他是在五角大廈 有一個 跟五角大廈有合約的一個廠商 然後主要是在做 Cyber Security 然後 他就 講到說 他就 我們就問他說 你知道台灣在哪裡嗎 你知道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嗎 他就說 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嗎 然後我們就講 講說台灣有自己的總統 有自己的憲法 有自己的 有一個 實質上的主權行使 那 可是中國一直 覺得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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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 他聽完之後他就問說 可是 台灣可以自己投票 有自己的憲法 自己的總統 自己的 就是整個政府架構 那 到底為什麼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然後 我就覺得 就是這個問題其實 是一個 很 就是在對外國人來說 非常普遍 就是 第一個冒出來的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 啊你們什麼都有了 你們為什麼 不是一個國家 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我們什麼都有 我們為什麼不是一個國家 可是 當你被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解釋呢 我們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 好 我們的憲法 好 我們的憲法就說 我們的 中華民國主權 到 蒙古都 都 都還是有我們的 我們在國際上 還是說 我們代表中國嗎 那 那 這其實就是 呃 現在 台灣面臨一個很 很重要 很基礎的問題 就是台灣到底 在對外上面 要 要說自己是什麼 自己想要什麼 我們到底是要代表中國 還是我們要代表台灣 那我們代表台灣的話 我們是代表一個 新的 新的國家 一個新的政權 還是一個 舊的 但是跟中國不一樣 但是也叫中國 就是 我們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的共識 在台灣非常的缺乏 那 剛剛就是 博寬 就是我同學有講到說 就是 台灣的 台灣的 共識可以藉由 民選總統 這件事情來達成 其實我覺得也是 一個 滿有趣的觀點 因為那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也有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台灣今天舉辦 一個公投 來表達台灣人的意見 台灣人的共識的話 那 美國會接受嗎 然後我忘記 那個講者是誰 可是他就說 其實台灣每四年都會有個公投啊 對 就是對啊 表達我們的意見 但是 現在來說 政黨輪替了兩次 那 代表我們的共識是怎麼樣呢 我們 到底台灣想要什麼呢 到底 民進黨想要什麼樣的台灣 不知道 獨立嗎 他們不敢說 那 國民黨想要什麼台灣 不是同意吧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兩個政府都沒有 兩個政黨都沒有講清楚 台灣到底 他們想要帶領台灣 走到什麼樣的位置 那 台灣人也沒有辦法 透過這個票來表達 他們想要台灣走到什麼樣的位置 這是我的看法 OK 好 我補一句 就是 我們從來沒有公投過 我們沒有針對這個議題 對外界發表一個確定的看法 如果你說我們只是一直在選總統 所以我們等於有實質上的一個主權國家 這個 你的意思即使會變成你要求國際來詮釋我們台灣 那你教他們要怎麼看台灣這件事情 其實 正是因為政治它有很多是象徵性的事物 那象徵呢 你必須要讓它清楚 我們連一次公投都沒有 或者我們曾經有過公投要不要入聯或反聯 然後那運作起來的結果叫做 兩個案子都沒有過半 然後散發出去的消息很清楚叫做我們不關心這件事 所以對國際上對其他國家的人 看我們連入聯或反聯 這件事情第一次有這樣的公投的時候 結果就是說 台灣人民沒有那麼關心嘛 就是這件事情都沒過半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也覺得 我們很難 期待別人自己去 善意的幫我們做了這些全部的解讀 如果我們自己什麼都不說的話 好 好 接下來 我們比較多問題了 好 請這位先生 長榮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見面 最近 我們加拿大有個帥哥總理 現在已經被馬克宏搶走了 但 跨國的制度給我們台灣很大的歧視 那 相對的加拿大它是小國小民嘛 那加拿大它現在在慶祝建國一百五十年 那最偉大的精神是在一九七年 把台灣提出蒙特爾奧運會的時候 是我們的錯 不是加拿大政府錯 他老爹 老杜魯們 因為我們堅持要做法民國 人家說你就叫台灣我就讓你進來 那這個 那老杜魯 杜魯道 他最大的精神是音化衝突 在加拿大的後代 在那邊 你說你的演技我講我的房子 炒了 差不多一百多年最後 最後就去建國嘛 所以現在是建國一百五十年 沒有國旗沒有國公沒有國號 也沒有憲法 都沒有 但是他是一個實質獨立一百十年 現在在剛好七月一號在嵌入建國 那我再回來看我們一個 有一個省跟我們台灣很像 他叫做英屬哥倫比亞 那剛好五月我也去投票 我有投票前 把一個女省長把它拉下來差一票而已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 國際化的少數黨叫立黨 他拿到三席 那因為執政黨就差一席 所以那個三席的 竟然要脅 執政黨讓他下來 所以那個女省長已經下台了 所以明天那個第二名的 那個光頭的 他叫做民主黨 十六年來又回來執政 那這個三席的就是像我們 如果統獨 環保 以前這些 竟然在英國跟加拿大 沒有比例代表制 很難政黨輪替的 這個 就像我們中華英國憲法這樣 很難改變 但是他竟然改變了 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 VC省 我們現在 好像中文有人寫文章 我覺得寫得很好 他絕對不敢講說 英屬哥倫比亞 因為他是用一個法律 把它變成加拿大的聯邦省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我們裡面 現在台灣的報章雜誌寫得很好 中華民國憲法 修憲完以後台灣就是有主權 尤其是維持現狀 我個人感覺 二零好像一五一六 這個藍海仲裁書 這個是很重要 他已經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太平島這個是很重要 當然我們黃基正 他好像沒有參與那個 喜憲雄跟那個 還有一個歷史學者 他們兩個辯論說 我們一直沒有宣告我們獨立 所以就是 還是一個中國嘛 那個歇法人他說 我們這些很多的 切香腸式的點點滴的文件 我們就是主權獨立國家 尤其1996年 那我那時候剛好去 去四位遊行兩次 我參加 那時候我參加國民黨一次 那參加海外的民進黨一次 三月去遊行的時候 那個是下大雪 那所以我們就好像一樣 你在倫敦 我們去參加的時候 我們人很少啊 所以我們都是邀請那個 跟西藏的啦 跟那個圍我人 所以我們那個 加拿大警察就圍一邊嘛 一邊我們跟中國比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 人還是比他們多啊 所以我們那邊的 對不起 我會打個差 問一下就是 你剛剛說的 叫 我們就叫他貝斯省好了 對不對 比較政治正確的話 對對 那貝斯省 你提這一個案子 我沒有聽清楚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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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那台灣類似在哪裡 因為他本來是 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 對 就是英屬 對對 那他一直到現在 還叫做 Brisley Columbia 那個大雪叫做EUBC 對 所以 那加拿大這150年的建國 他現在是 假如說他現在是3-9 完全獨立國家 因為他一個英國女王嘛 那剛才我講那個 五月選舉的結果 那你知道 加拿大這部就是 有一個英國女王指派的省都 請第一 第一名的你來組閣嘛 結果他就組閣了一個月 就馬上就被倒閣了 好 我沒有聽清楚 這個貝斯省跟台灣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很像 很像 不過等一下 我有寫一個 PowerPoint 放在slideshare上 OK 好 等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 想知道這兩者如何類比的話 也可以繼續問這位先生 那我們剛剛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 我想要回應一下剛剛老師有講說 就是政治是一個 有很多象徵意義的一些行動 所以就是 從蔡英文上台之後 她一直強調維持現狀 然後兩岸關係 她一直試圖要低調 要冷 就是冷處理兩岸關係這些事情 那其實有反應在一些地方 比如說 其實每年九月的時候都會有 在紐約的UN的總部前面都會有 入聯的遊行 然後會有宣打團等等 那暫且不論這些團體跟這些組織 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訴求 就像台獨理論有很多不同的台獨理論 但是他們每年都會去那裡發聲 然後對世界說明說 台灣是想要加入聯合國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不管它是民間發動的 或者是有官方的支持 它都是一個重要的象徵 就是要讓世界知道說 嘿 我們真的想去 那同理就是去參加WHA 去參加WHO 去參加其他的國際組織 就算我們知道 我們每年九月去UN前面 就是遊行 不可能明天就突然可以進去了 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些gestures 都還是要做 就是我同意老師剛剛講的 這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然後另外的話我想要補充 就是有講到媒體的曝光的部分 那我這次自己剛好也有機會去到美國 然後有認識一些在那邊的留學生 然後他們有分享一個有趣的觀點是 我覺得在台灣我們自己很難想像的 就是在川菜打完電話之後 其實美國的很liberal的一些主流媒體 像Wall Street Journal 然後New York Times LA Times 這些很自由派的主流的大媒體 其實他們在描述台灣 然後在描述川菜店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因為他們很討厭川普 所以他們就順便也很討厭 跟川普打電話的蔡英文 那他們使用的詞彙還有他們描繪這通電話的方式 都很像台灣是一個超保守 然後準備要跟川普一起進行一些狼狽為奸的計畫等等的這種描述的字眼 那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 那所以在那之後其實有幾位就是在那邊念書 還有就是在台灣的一些學生們其實有投書 那這個問題並沒有一次就結束了 其實到現在 因為我平常工作會需要看很多的新聞 所以其實到現在都還是持續的有類似的狀況 像上禮拜有一個是LA Times 他在講就是 川普的民調疊很多 跟蔡英文很像 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去類比說 你看這些Leaders poll 就是drop some defense 就是用很糟的詞彙去講這些事情 可是對於我們就會覺得 蔡英文的民調很差 跟川普有什麼關係之類的 就是這是完全無關 但是因為自由派的主流媒體要去黑川普 所以他們會去進行這樣子的描寫的方式 那這有一個危險 就是在美國的自由派的讀者 他們就會被灌輸這樣的觀念 就是那個小小的台灣 就是準備要跟川普進行一些狼狽違建的行為等等的 那甚至是他們有一些就是很愛嘲諷的 調侃的那種爭論性的節目 他們也會用一些非常非常政治不正確 我們看起來很政治不正確的說法 來描述台灣 那我覺得這都是危險的 那如果我們可能現在立即馬上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應該要去觀察到的是 主流媒體對於台北關係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不一定是立刻可以影響到官方的政策 可是如果影響到輿論的話 其實在民族社會的輿論是一個很強大的工具 那不只是在美國的主流媒體 其實在台灣的主流媒體 在描述台北關係的時候 常常也有很多使用的詞彙很不精準不正確的 各種造成的效果其實都不是很好 那就是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之後再看關於外交相關的新聞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多想幾步 尤其是台灣翻譯的外電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建議大家去看一下原文 因為他們翻譯的經常就是自己超譯很多 然後其實你看了就會覺得天然也是在恐嚇台灣人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翻譯 他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對 就是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 這種國際超譯當然是常常發生 那你剛剛講到一個議題 讓我想到台灣有時候蠻悲哀的一個處境就是 因為其實只要美國總統哪一個哪一個黨都好 不管是哪一個然後哪一個黨都好 願意跟我們有更實質的接觸 我們大家都會很高興 可是如果那個傢伙本身不太好 那就比較糟糕了 可是有時候我們就是在這個處境底下 不得已好像也必須要跟他示好 可是我們也因為這樣的處境底下 我們比如說也會跟日本的極右派 或一些在他們自己國家是被認為其實問題很大的 把這些團體走得非常的近 那我們可能也都必須要小心 我們在嘗試要讓大家理解台灣或台灣的主體性 或要提升台灣的主體性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交的那些朋友 就是那個形象可能也是蠻重要的 還有下一位 兩位好 我想請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王一文小姐 在你的PowerPoint裡面 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點是說 你提到核廢料、核電的問題 我想說能不能請你再多闡釋一下說 所謂的台灣的核電 而且我會把核電廠跟核廢料兩個脫鉤來看 他到底對於美國利益 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當他們問我們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想要我們有還是沒有 然後他從經貿跟戰略、軍事上面 他們真的想要的利益是什麼樣的東西 可不可以請你在這邊多闡釋一下 然後彭婉欣小姐你好 那我想問的是說 在你很前面的PowerPoint 你就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點是說 其他國家的正常化 就是希望對於其他國家的正常化 這整句話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爆點 我不曉得你自己有沒有感受到 第一個是所謂的正常化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台灣現在認為正常化 跟美國上一個投影片所講的說 保維持現狀是同一件事情嗎 那左臉打右臉 還是說張飛打月飛 那不同的總統之間 是不是又講同樣的一個事情 甚至是在野黨、執政黨 是不是又講同一個事情 再來是 Out of country的時候 他講的是說 跟別人正常化 不要跟美國正常化嗎 還是說這個Out of country 代表的是美國呢 所以這一整句話裡面 你自己的投影片裡面 就會開始互相打更何況 跟上一份投影片 所以他這句話到底想要講什麼 那第三個問題 我也是同時請教兩位的就是說 無論你列三點還是四點 你講台灣價值的時候 我們最後面都放了一句說 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我們的良善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這個東西 在你們實際上參與發帕 或者是你們的學識背景的時候 你認為這句話是真的嗎 還是說這句話是滿足了前面條件之後 我為了出詩表 詩出有名 所以後手掛上了一個面具 甚至是無論你列出幾點 當你回去看一下 你所列出的 或他人所列出的字的時候 這每一些點其實是獨立的嗎 還是說它只是同一件事情 用不同的角度來講 那最後這一段話 你列了每一點 他到底在講哪一個東西 或是你認為他在你十一章來講什麼 因為我這樣的問題暗示了說 我並不認為你所列出的那幾點 是完全獨立的 它其實是傷害我認為 根本只在講同一個事情 那也許看你認不認為這樣的看法 那你認為那個事情是什麼 謝謝 好 我們有還滿犀利的三個問題 好 Yumi先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就是第一個問題的部分 在就是何能何廢料這部分 因為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然後老實說我對這方面的議題 也不是了解得太深入 然後所以當時就是 就是 Michael Fontaine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沒有再繼續追問下去 但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美國怎麼看待台灣的能源政策 然後他是希望台灣有 還是希望台灣沒有 然後他是希望核廢料怎麼處理 還是希望核電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需要去研究的議題 那我現在沒有辦法提供一個答案給你 然後可是第三個問題的部分 我有點不太理解 就是 您說 呃 安全跟民主自由和平 那 好啦 那我就直接講我的想法 希望不會影響到彭小姐的想法 就是說 今天 經貿會講的是金錢利益 講和平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 他是因為要和平 才能夠維持住經貿的利益 而 要有自由民主的時候 在某種程度上 也是因為自由民主這樣的國家 說目前比較產出可以符合他要的經貿利益 或者講說 其實民主制度是對於美國而言 比較能夠影響他國內政 造成他能夠符合他自己要的利益的例子 而如果我們要舉實例的話 如果今天民主自由真的是 視為高於經貿高於安全 美國最優先考量的話 那我們看他在中東 看他在非洲 甚至是他對於歐洲的態度的時候 他真的都把這個放優先嗎 我完全沒有認為他的確 嘴巴講的 跟手裡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說當我們把這些東西 在列出來的時候 我才會問說 那這到底是在講一件事情 然後後面的東西是藉口 還是說其實這三個 是真的是independent不同的東西 了解 那我列出這三個的話 是因為那時候 國務院的人來跟我們簡報 美國對台政策的時候 他提到 美國對台最重要 我應該把它列成三點 就是第一個是 Economics 第二個是 Security 他用一種字是 Security 然後第三個是 Value 他用這三個字 去講 美國的對台利益 那我覺得說 我同意你講的 就是經貿要開放 然後安全就是 安全是一個前提 或者是一個 就是這三點其實是 互相可以有操作空間 或者是互相連貫的 但是還是 我認為還是可以分開來講 每一個的策略跟每一個應對的角度 就是譬如說經貿好了 那台灣的 台灣的經貿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是 向 往南發展 就是把 南向這些國家 跟台灣的經貿利益更結合起來 還是 要注重美國 還是要往歐盟更遠的去拉 那這是一個策略上的 可以獨立起來討論的一個議題 安全上也是一個可以獨立起來的議題 台灣到底 國防預算夠不夠 然後台灣想要 現在要發展自主國防產業 那我們重點發展的項目是哪些 那我們在跟美國要求我們的 shopping list 的時候 我們要放哪些東西 那我們有沒有相對應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一些基礎的東西 可以去支應這些我們想要的東西 然後 這 還有台灣 就是在 東亞可以扮演什麼樣安全上 可能更積極的角色 不要只是好像美國要來幫助的一個小朋友 我們可以扮演 譬如說 美國現在 川普很在意北韓問題 那我們在北韓問題上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角色呢 像 美國想要派 軍艦來駐紮在台灣 那台灣 自己 內部開不開放 民眾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是什麼 這都是 安全 獨立起來可以討論的問題 然後在價值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 我也同意你講 其實美國 講價值都是講好聽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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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能 應該說 美國會用這些價值來包裝它其他的利益 那所以 因為它 它要跟國際社會 還有跟自己人民交代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是因為這些 這些價值 而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是因為 因為 就是 要幫助 中東的那些人民脫離獨裁政權 所以我們要派兵去那裡 這都是一些 他們 可以用來講 好聽的話的一些 一些 就是 工具 那 既然 他們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那 台灣其實 就是可以 去 配合 我自己的想法 是台灣可以去配合這樣子的工具 然後去利用他們的工具來跟 把台灣 遷入美國的利益裡面 這是我的看法 OK 謝謝 還蠻緊急的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啊 就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談話的脈絡裡面 其實好像沒這麼複雜 就是我記得Garrett是在講說 他講這個問題是在講說 台灣應該要試圖去多方面 多方化經營自己的盟友關係 而不是只是 就是仰賴在美國上 所以我想 我的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沒有很 長的闡釋他這句話的意思 那 我的理解 在那個半落底下的理解是說 他就是希望台灣 可以多方的發展盟友關係 而不只是跟美國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 我的想法比較跟郁文類似 就是我覺得民主自由人權是一個 這個價值是台灣跟美國取得 台灣需要從中獲得利益的一個手段 它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 就是它這個東西只是讓台灣跟美國 能夠站得更近 然後當我們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時候 就是我們當我們走在同一條路上的時候 比較能夠從中互相幫忙吧 我的理解是這樣 然後 因為我覺得比較 我自己是看比較實際的層面啦 就是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就是靠美國就是好 或者是 靠其他國家就怎麼樣 我的意思只是說 當我們今天想要跟這樣子的一個大國互動 然後他們賣的 他們需要或者他們相信的是這套價值 然後如果我們同樣也有這樣的價值 能夠從中獲得我們需要的東西的話 就是我不覺得 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不知道我們回答到你的問題 OK 好 突然間價值變得有一點是跟美國一樣 是一個政治羞辭可以用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可以用 不過你們在講的時候 讓我想到我兩年前 也是我在D.C.華... 就是那個什麼 中國論壇 然後有一些也是跟彭光禮 然後還有一些國會 國會助理跟議員開一個會 然後呢 他們問了我說 就是我的意見的時候 我第一個對議員所講的是 你們的國際關係天天交的都是 國家跟國家之間沒有道德倫理 就只有利益而已 然後你們又常常又要動不動 又要講民主自由價值 你們可不可以自己先弄清楚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到底要怎麼相信你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比較年輕的國會助理說 對我們以前也全... 他是讀國際關係的 他自己還在那邊講 對我們的理論全部都不相信這些 然後我就說 你們到底在相信什麼 但是呢從他們角度 這三件事情可以同一件事情 是OK的 因為經貿 經貿是他們對自由的理解 自由貿易很重要 那你這個國家如果是民主自由的話 跟我們的貿易會相對比較穩定 穩定是造就我們的經濟利益的安全 以及你們不要出事情就是我們的軍事利益上的安全等等 所以其實從他們角度來看這三件事情 有很...幾乎就是一體三面的東西 但是呢我相信他們兩位主... 兩位主講人剛剛所講的是 當他們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給我們一個可以施力的空間 只是如果我們都不去講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可是我們幾乎不太講 我們的學界國際關係理論 不談民主價值 不談自由 不談這些東西了 那我們對外散出去 告訴大家的那個消息 也是我們好像沒有那麼在意這些東西了 甚至我們的主流的很重要的國際關係學者們 也請向現在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一...美國不可靠 中國正在崛起 我們應該要依附中國相對比較好 這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們是依附中國 這是我們的國際關係學者 現在的主流理論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如果能夠多去跟他們談價值的層面的時候 搞不好他們會稍微覺得說 對 我們還是要照顧到這一個政治羞辭的部分 但是我只是說到現在為止 我們自己連這個都不談了 但是只是談軍事力量 然後談經濟力量 然後只要一談到這個 我們就是非常的操小國 那我們就在夾縫中裡面 要嘛就是依賴美國 要嘛就是依賴中國 就這樣子而已 這個思維其實是 本身是等於沒有把民主價值 民主自由的價值 當作一個可操作的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但這個是我們現在在學界通常很缺少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相信有國際社會這個東西 就是說沒有那個東西都是假的 這是我們最常常講的 好 我們還有一位 對 就是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寫了五點 所以我講快一點 好 一開始在講那個要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比較需要解決的是低心 因為那個有生活的餘裕 讓我們有思考事情的習慣跟空間 對 然後才能思考接下來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想法是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比較個性 比較曖昧不明的一個女生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們卡在統獨的關卡 所以每天都有很多人想把你帶走 那外國就比較沒有那麼需要立即的表態 對不對 它如果狀況在不同的狀況下 那我去年有去美國 那有遇到Uber司機知道台灣兩岸的狀況 可是他對台灣的描述 就是在外觀上是很明顯的 可是對於我們台灣人到底怎麼想 他其實沒有說 我覺得這反映了 就是國際上對我們的看法 就有的人知道兩岸的糾結 但他不知道台灣人的立場在哪裡 對 所以 就是 就是如果我們看起來是沒主見就容易被欺負嘛 那中國看起來就像是那個附加千金這樣子 然後就比較 就是 我們可能贏在思考啦 然後贏在軟實力 然後呢那個 中國可能就贏在那個比較強 對比較強大的那個經濟或是人口這樣子 然後再來大組織的話 大家竟然礙於實力屈服中國 比如說聯合國一年比一年難進 去年我有去就是有去聯合國參訪 那我聽說數年前的話 可以直接進去參觀 可是現在台灣我去是被擋在馬路對面的那個 就是售票廳那邊 對啊 然後大概是除了台報證之外 沒有辦法再進去 對啊 所以 我們是不是還要堅持拚這種 就是正式官方的外交 還是說我們可不可以換成NG 而且我們在思考說 聯合國的會議它有時候行事的意義 其實 比較大還是實質意義比較大呢 比如說面對一些國內 比如說像敘利亞戰爭來講的話 可能只有道德勸說經濟制裁 或者是維持和平的方式 對我們真的要走這條路嗎 我們就是有沒有效是一回事 然後我們的確遇到困難也是第二回事 對啊那台灣的價值其實比較接近世界的趨勢 如果把人口跟經濟的優勢打回原點 其實台灣跟中國誰比較可能有比較多朋友呢 我們是用那個女生的想法來看 那我們是不是不要走 就是經濟那個 援助的模式 我們要去拉攏的是不是價值比較相近的 各種官方跟非官方的組織 然後最後第五點是 有人在講說那個投票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光是投票是不夠 因為這四年中間沒有監督 而且因為我們是兩黨制 我們跟法國不一樣 法國政黨立場會比較鮮明一點 那台灣的政黨你會發現 你怎麼投兩黨立場都還是很曖昧 對以上五點是我的看法 謝謝 謝謝 你把台灣跟中國講成兩個女的 那這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外面那些男的真的都很愚蠢 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的話就很糟糕 還有 我們還有 我們先給這位先生 大家好 我是想從兩個點去看現在台灣的問題 我們從南海問題 中國對南海的問題 軍事過張 然後到北韓的核武 核武繼續在那個 到現在的中印邊界 其實 中國在操作的是一個 衝撞美日安保條約 台灣處在什麼地位 它是一個籌碼 等於是美國跟中國的一個籌碼 我提出這一點是希望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台灣主權問題處在這個非常危險的地步 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立法院在衝撞 這兩天還在打 他們打的是兩個關係 一個是中國利益跟台灣利益 18% 他們衝撞的是說 中華民國到台灣來 他們 他們搭配的那些 中國國民黨帶過來的軍人說 要給他們多少 就是坦真的所謂的18% 我要比較簡化 但是現在蔡英文政府 他要做改革 他要幫台灣守住經濟 他希望在經濟方面做改善 所以就衝撞 這時候我們應該去思考一個問題 他們衝撞的是什麼 台灣的利益在哪裡 這是我想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的花蓮山上養魚事件 那個是我們台灣的好山好水 現在被財團挖來個洞 還可以養魚 他可以養魚 你想想看 我們的好山好水不見 經濟整個不見 你把它思考回來 這是2017年現在的台灣狀況是怎樣 年輕人未來在哪裡 我們應該要思考 台灣應該要怎麼樣去凝聚那份團結 台灣主體意識 這才是重點 然後我們的國際情緒 也就是說 像現在在大國博弈下的台灣 我們自己應該要怎麼定位 以上提出大家做一個參考 非常謝謝 其實我們還沒有直接到大國博弈下的台灣 到底要怎麼 大國博弈底下我們的空間 還有一些還沒思考的 因為這裡面其實 剛剛這位先生謝謝你 你提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 可以讓我們思考 關鍵少數 其實是有多重要的事情 國會裡面如果大約是48跟49 兩大黨的時候 我跟你講 2% 3% 那個是大家搶著要 那是絕對的關鍵 他們可以扭轉整個局勢的 台灣也可能是處於 你說中國跟美國 這麼兩大強國底下 我們這麼小的地方 但是我們 我們其實可能有這一個 不管是戰略力量 或者是其他的 價值力量 軟實力什麼都好 但是呢 這需要一種思維 就是不要再去把台灣跟中國做一個軍事實力大小差別 然後經濟能力 人口等等 如果我們永遠在講台灣跟中國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是把它想成一個超大國跟一個超小國 然後我們就不斷地都在這個思維裡面繞得花 那我們當然就是走不出來 我們甚至覺得說 我們是在兩大帝國中夾縫中 只是要求生存而已 還不能夠談任何其他的東西 但這個思維怎麼來的 其實這就變成是跟我們在想像國際關係的時候 的那種大國小國的硬實力 軍事跟經濟 以外沒有別的東西 可是如果覺得還有別的東西 不管是戰略 或者是價值等等 那這又會回到剛剛 剛剛尹文其實就在跟我們講的 我還有其他面向來思考台灣 在兩大國中間 這個夾縫 我們可能還有一些潛力 或者還沒有真正被釋放出來 或者可以發揮 或借力使力 甚至借用人家的羞辭 都可以來增加我們的使力 這些空間 其實有很多我們還沒有做 好 我們還有 好 鄭先生 OK 你可以給我們 難得看到 兩位年輕的女士 對台美的觀察 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女士 也對台美都很關心 所以讓我非常想流水冷 但是我想要 就是說 針對王女士所提到的 三個美國人的問題 當然 你剛剛回答的 可能郵電的部分不是很熟悉 那 就 我提供你參考 我的了解是 為什麼 不把台灣的核匯料 收回美國 為什麼 台灣 還能用的核匯料 不能夠在台灣生產核子彈去賣給 要用核子彈的國家 誰 當 小熊維尼 這個 十萬 郭企業 到 美國去投資的時候 好像川普說 我要我要 但是沒有聽到 台灣女士說 我要我要 很奇怪 那 當 如果世界還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的利益很清楚 要讓 戰爭 發生在第一島鏈 那 台灣女士 真的要為 ROC of USA 而戰嗎 我是覺得這個是 我一直 一直就是說在我觀察這個 這個 事局裡面 一直想不通的 台灣女士 有必要為 ROC of USA 做戰場嗎 為什麼台灣人 不懂得 太平洋中線以西 都是我台灣的 為什麼 USA的軍隊 要駐紮在台灣 台灣人每天尿的尿 如果說能夠收集起來 去把內湖的美軍基地給淹沒的話 那台灣還會有戰爭嗎 我是覺得就是說 What We What can we do 台灣人要想一想 活在台灣這一塊島 真正 真正招搭台灣的 是 USA 的小弟 ROC 利用每隔四年 幫他選 侵占台灣的繼承人 這些台灣的年輕人 在這樣子的麻醉劑從 二戰到現在 還沒有丟棄 每一個人都還抱在胸懷裡面 含在口裡 我是覺得這種USA的毒跡啊 台灣人啊 尤其是這些年輕的台灣人 應該的好好的思維 如果說 這一個 如果說 這一個 PRC的勢力 可以到達太平洋中線 跟USA 去做抗衡的時候 台灣不是 戰爭場所的第一島面的話 台灣人怕什麼 好 謝謝你發言 OK 我們 時間有限 不過剛剛我們談到 核能的問題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情 發展的核武器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的容易 因為台灣以前也試過 其實剛剛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 我們跟北韓 還有以色列曾經 各種小道消息了 30年前就開始有這些講法 然後後來有人說證實了 我也不確定 但是呢 就是我們曾經去發展過核武 但是後來的確是被破、中斷 那我們也從北韓那邊 我們也看到這個例子 沒有像你說的這樣子的容易 我們要發展核武 國際社會就會讓我們發展核武 然後這個 這個還有很多很多 不只是國際政治 還有法律 國際法的很多的問題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的容易 好 那我們的時間 休息到9點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最後再留 OK 我們還有一位先生要做最後的發言 好 OK 回答一下 有一個關鍵少數 我剛才講那個VCE 那個省省寫是5月8號 那我是講說全治大國之下的小國 要去找這些小國的頭頭 那加拿大、荷蘭、瑞典、瑞士 這是世界上安全理事會 每四年就選一次 選來選去 大概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都是這幾個國家被選上 因為他是充分利用小國的強外交 那加拿大大概每三任一定會被選上 荷蘭也是 瑞典、瑞士 這個大概都是 那所以我們 我今天對這個有信心說 小國才需要外交 大國通常是在霸雷在恐嚇 而且是在欺負這些中小國 那加拿大 他的選舉制度比我們台灣差太多了 我們現在很爛 但是我們至少我們有比例代表制 我們小黨還有空間 那加拿大真的完全沒有空間 像我們VCE 那三席是改變整個加拿大 他這一次的 牽連那個二十項企業 聯合執政 是要讓 大企業不可以兼款 連工會都不可以兼款 再過來 連水壩都要停蓋 這個力量比德國上次 立黨聯合執政還大 謝謝 剛剛說法有一點點模糊 叫做大國搞外交小 大國搞霸凌 然後小國搞外交 其實你並沒有說出來什麼叫搞外交 但是我想補充一點 如果是荷蘭的話 荷蘭是非常非常在意國際工法 跟熟悉國際工法的 它是全世界談國際工法 是數一數二的國家 美國我告訴你爛 美國的國際關係 我告訴你爛 美國的國際工法 不需要去那邊 但是如果你去荷蘭 他們對國際工法的在意跟理解 以及包括加拿大這些 相對弱勢的一些小國 他們需要的是用法 法治跟談道德 也就是價值 大國可以偶爾講偶爾不講 但是呢 這就回到我們剛剛一剛開始說的 如果我們一直 台灣一直在以前的大中國的思維 就是談軍事經濟力量 才叫做一個大國 然後永遠不願意去學國際法 在意國際法 包括南海仲裁 我們到底怎麼了 我們有沒有人 我們的人在哪裡 學者專家在哪裡 談國際法的人在哪裡 以後不只上談判桌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要上的是 國際法庭 我們人在哪裡 這件事情還沒有 因為我們過去以來 不認為這個是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可能某一部分也是跟 跟我們習慣 習慣美國的思維有關 因為美國真的不在意國際法 但他們可以不在意 我們可能相對要很在意 那我們在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如果美國再講這些東西 我們就直接點頭點頭 那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 對大國來講 他們當然談軍事外交 就是談軍事跟經濟 這些人 那你就告訴你說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你就自己點頭 你就自己信服了他們的遊戲規則 那其實小國的思維 應該本來就要跟大國 要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怎麼去談這些東西 這可能也是接下來一個很大的議題 那也許到我們可能還要一兩代的時間 才有辦法 我們最後我們一些時間 我們留給兩位講者 就是做最後的總結 看你們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都可以都可以 其實就是 像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台灣 如果一直覺得 像美國 中國這種規模 這種經濟軍事力量 才叫做大國的話 就其實真的滿可惜 因為台灣的實力其實非常堅強 不管是經濟實力 或者是價值上的實力 可能我們的軍備沒有辦法那麼強 但是台灣在世界上是一個 就是你想想看這麼小的一個島 然後走到哪裡 你跟人家說 我從台灣來 他們都會知道 這是一件還滿了不起的事情 然後 就是台灣 除了內部自己要凝聚共識之外 我覺得真的是 不要在國際上小看自己 對 這是我的心得 不要彎是肥膏 然後 我覺得好像跟俞文 有點類似的想法 就是 其實這次出去之後 會覺得說 台灣沒有自己想像的這麼弱 就是說 還是有一些 朋友願意支持你 不管他們是為了什麼樣的方式 不管他們是看中你的什麼東西 然後來支持你 但是 就是台灣還是有一些 被別人看中的地方 然後 我覺得外國的朋友 都會覺得說 台灣自己本身 很沒有自信 就是對於我們自己 可以長成什麼樣子 或者是我們自己 可能是什麼樣子的 那個意識 我覺得 就是 自信是弱到 連大家都覺得 我們沒自信 所以我覺得 也許大家可以 就是 不要這麼的覺得 好像台灣在國際上很弱 應該是說 台灣有需要在國際上加強的地方 可是也沒有這麼 弱到 好像一被吹就會倒 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最後想要講一個東西 就是 我要講什麼 我想一下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好像一兩位講者都有不約而同地講到說 他們覺得台灣人太急了 台灣的民主才 二三十年 那我們已經走到這個地步 我們政黨人體的兩次 而且很和平 然後 我們現在發展出了第三勢力 那台灣的民主走得已經很快了 但是大家都還是希望說 歐美國家 他們可以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那我們怎麼沒有呢 因為我們還沒到哪裡 那我們會到哪裡 只是我們對自己要有耐心 對 好 非常謝謝兩位講者 就是 很高興看到 這一段 慢慢地 就是 對台灣有 新的不一樣的想像 也就是 我剛剛不斷說的 其實最簡化的語言叫做 如果 你看到 有人要霸凌你 要打你 他一邊打你一邊告訴你說 拳頭就是老大 你千萬不要說對 那是很笨的 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被打 你至少要講說 拳頭打不代表你就是對的 因為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長久以來 我們太習慣 一邊被打的時候 一邊說 對拳頭打 說你可以打我 然後 這是一個很奇怪 那 非常高興看到至少有 就是 年輕的朋友現在這樣子 就是 也去了一趟發帕 然後回來 其實有在思索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這 民間 民間的力量 公民社會的力量 其實是 我們剛剛都還沒有講到的 其實是 國外很看重我們 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 因為圓市人 都不能說 都可以打客ond 那一陣子 哪一陣子